謝謝主席喔 有請次長 還有 勞動部王司長 黃偉好 欸 次長你好 次長你好 我想 今天大家在這邊喔 都非常的關心啊 華航工會 還有這邊辛苦 第一線 不管是空服員 還是修復工會的會員 那他們 所面臨到 不當的勞動行為 還有所面臨到的困境 那今天早上委員會 我剛剛看了 第四個臨時提案 也通過了 那他們現在 所面臨到的困境 過去這幾天 所發生的事情 我相信今天早上 已經有很多委員 都已經問過了 那我現在要針對的是 兩個抗議幹部 媒體報導 說船要被解聘 勞動部啊 判華航 散解爭議 來請王市長 市長 華航這樣的作為 所以是不當勞動行為 如果是因為 這兩位 是因為 從事公會的活動 或者是 參與公會的一個爭議行為 因為這樣的動機 事與上 這樣的一個處分 那 會列為我們公會法 三十五條 所稱的一個 不當勞動行為的可能 所以是不當勞動行為嗎 因為我們不當勞動行為的認定 需要一段 我知道了 接下來要走裁決程序 這個是我等一下馬上接下一個問題 我希望 未來勞動部 出現類似這樣的爭議的時候 態度能夠硬一點 站在勞工的立場 幫勞工講話 什麼叫做善意 善解爭議 涉及到不當勞動行為 就是不當勞動行為 下一個問題 如果是不當勞動行為的話 按照現行的法制 華航應該受到什麼處罰 如果依照我們的公會法的規定的話 是罰三萬到四五萬 三萬到四五萬 你覺得有賀阻力嗎 幫我媛媛湯 我們還有可以 請究極命令 可以要求他改善 恢復原來的勞工 公會幹部的職務 他如果不恢復 我們可以 這個我都知道啦 但是前面有一長的程序 你都沒跟大家講 所謂前面長的程序是 第一個 出現不當勞動行為的時候 按照公會法 45條的規定 你要處罰的話 還要先經過勞資爭議的裁決程序 勞資爭議的裁決程序 是當事人發動 還是主管機關發動 當事人包括公會 或他本人都可以 對嘛 所以這些已經 遭到不當勞動行為打壓的人 他還要想辦法 先去裁決委員會討公道嗎 現在裁決委員會 就針對不當勞動行為 申請裁決的勝訴率是多少 我們現在行政救濟的勝率非常高 也應該有七成到八成 就行政處 因為他們都做行政的救濟 假設啦 是不是真的七成到八成 我們會後慢慢再來對數字 假設成功的話 走完了那個程序成功的話 第一次喔 我現在都還沒有講到救濟命令喔 你認定他是違反不當勞動行為的話 他的處罰效果是什麼 就是先法構成這個不當勞動行為 先先處罰 3萬到15萬嘛 構成的這個點 你覺得這有嚇阻效率嗎 你從今天華航敢大辣辣的做這件事情 就已經很清楚的告訴你 我不怕你啊 3萬到15萬 跟剝削這些辛苦勞工的勞動力比起來 那算什麼啊 九牛一毛啊 你還要經過那些程序 還要他們先去裁決委員會 這樣子的裁決機制 這樣子不當勞動行為的裁罰機制 真的有時效性嗎 勞動部 要不要考慮一下 針對不當勞動行為 他實際上面裁罰效果的自主力 在法律面上面是不是有修正 能夠提出你們的評估報告 讓立法院這邊 就強化不當勞動行為的處罰 讓以後不敢有資方 還敢做這種事情 勞動部可不可以承諾 我們今天也是把裁決機制的修正 列為很重要的工作 條文提出來了沒有 我們有初步的條文了 特別針對剛剛委員在意的 趕快盡速讓勞工 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我們可不可以在一個月內 我們把條文給委員 王市長我想你應該很清楚 從你們一開始做不當勞動行為 裁決機制我就很支持你們 我那時候還是學者 我這個會期針對強化不當勞動行為的裁決機制 我也提出了版本 那我希望勞動部 從你們實際面上面 從保障勞工權益的角度 趕快把完善化裁決機制 還有不當勞動行為處罰的條文提出來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次長我下一個問題 遠通電收 監察院前面ETC的監察報告 我相信你應該很清楚 現在 才罰了五億多 罰款繳納的情況怎麼樣 是不是 看誰比較清楚上來協助沒有關係 現在中文人 現在沒話 報告委員 是不是 容許我們會後提供資料給您 有關裁法的這一個 違約裁法的這個部分請高工局提供資料 這個大家很關心喔 財團 財大氣出 這麼多違規的事項被罰了五億多 他不爽繳就不用繳 現在大家在批判的 前收費員炮轟高工局包屁 那當然我知道你們可能有很多委屈 你們實際上面沒有包屁 但是你們有沒有包屁 就展現在你們具體的作為上 你現在沒有辦法回答沒有關係 但是我今天提這件事情出來質詢 是要讓你們知道非常多人關心這件事情 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 國家公權力的執行 不可以讓財團這樣子胡搞瞎搞 第二個部分 政府認為國道收費員的訴求不合理 2015年發布了一個新聞稿 現在交通部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什麼 認為這些國道收費員 全部都在無理取鬧 還是他們受有委屈 應該被犧牲的權利 必須要予以填補 我剛剛懷疑報告 目前這個新政務上來 已經更坦蕩的態度 跟他們在做談 包括勞動 最近一次談是什麼時候 應該我自己都參加了兩次 應該五月跟六月都有在談 主要就是說 這些社會演他的訴求 就是說他們整個在離開的時候 雖然有拿到支遣會 但是他的整個其他的 那個什麼接近的費用 我知道主要是年次的計算 那我們現在再想一個方式 就是說你如果挑戰原來 因為他本來在整個高工局的 這個合約裡面就是按照那個來走 那現在唯一就是說 福島就位這一塊 是不是在引通電信說做不到 如果做不到的時候 或許我們會從這個 這個救濟法這部分來 來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沒有 這個主席已經站起來了 我讓次長知道就是說 我對新政府有很強烈的期許 是是是 過去給人家的印象 對於財團軟趴趴 對於勞工硬邦邦 希望能夠扭轉 這樣子的形象 那該去追討跟財團 違規的財團 追討的財團 就請你們切實的去追討 不要刻意放水 那第二個部分 就勞工權益的保障的部分 希望貴部能夠 展現最大的善意跟誠意 妥為處理 OK 沒問題 好 謝謝次長 謝謝 好 謝謝黃國燈委員 市長 那個